刚走下奔驰车的老板十二群被突然出现了便衣警察暗中 后来流传到网上的照片显示 当时的十二群衣着休闲 双手被反抗 头部被照上了黑色头套 十二群河南省驻马店人 被警方抓捕前是驻马店市赫赫有名的房地产开发商 此外他的生意还涉及到商贸 休闲农装酒店等 如今资产数亿 是驻马店市排在前几位的富豪 十二群步行在生意场上风生水起 而且还弱衷于慈善事业 他给灾区捐过款 给村里修过路 韩计划在老家捐两千多万元 修建一所学校 1999年12月5日 河南省郑州市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答案 一个犯罪团伙持枪闯入河南郑州市合作银行 管辰制行大厅内 向工作人员连开八枪 导致两人重伤 劫匪劫走两百零八万女元巨款 随后携款逃跑 案件中被劫的银行如今已经搬迁 几乎看不到案发现场的行径 16年前 从劫匪进入到银行到逃离现场 整个过程超纯重 而这几名劫匪不仅抢走了钱 还把保安和营业员打伤 最终确定 他就是银行结案的重要嫌疑人 今年10月21日凌晨5点 天还没有亮 郑州市公安局犯罪侦察局大院内已经是灯火同名 随后十多辆警车载着身着便衣的办案人员驶出了大院 因为要对犯罪协议人实施抓捕 很多老民警都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兴奋 因为这一天 他们已经等了整整16点 在上十级九十年代 初中毕业的他 从老家筑马店来郑州打工 起初在建筑工地上干农货 随着时间的推移 十二群慢慢的聚集了一批工人 干起了包工头 上十级九十年代中期 建筑市场的活不好找 工程结束后 工人的工资也很难结算 在最困难的时候 他孩子上学的学费都需要向亲戚借 为此他没少受到身边亲人的嘲讽 然而十二群爱面子虚荣心强 一直有着一夜暴富的想法 1997年建筑生意越来越难做 他也没有其他的谋生渠道 十二群开始谋生了抢钱的念头 我当初我提前我们都问他这个银行的玻璃 用他赚成玻璃 现在的玻璃都放到玻璃 当时乡路是开始乡的枪 你哪个 你这些都可以的 枪子都可以的 枪子都可以的 下弄弄 如果要 如果要枪银行 太大的事来管 银行有枪 他就管他 他还管他 他在下手 从1999年上半年开始 他一个人开始准备 在银行周边 踩点 测量银行玻璃的后路 了解银行的作息时间 涉及周密的逃跑路线 在策划抢劫的过程中 12群沉到东南亚一带 够强制 但是由于边防盘查海燕 这个想法并没有成功 1999年5月 十二群在河南徐城 非法购买了作案用的改装手枪 并对手枪性能进行了测试 1999年11月份 十二群开始物色团伙成员 在十二群的团伙中 前一贩石新春是十二群的四弟 于全收是十二群的外甥 而李富丽和陈德成 则是十二群的同存老乡 十二群又开发了驻马店 第五大道小区 是靠近驻马店市委市政府的黄金地段 这个小区一共九东楼 据业主介绍 这个楼盘震见齐全 2009年开盘时 一平米卖2600元 由于地理位置不错 现在涨到了快4000元 2013年和2015年 十二群先后注册了 第五大道商务酒店 和多级商贸公司 目前十二群名下 一共有十几个公司 涉及餐饮旅游 物业服务 酒店管理 休闲农庄 外贸等多个领域 据十二群共住 从2005年至今 仅缴税就达到一个多亿 生意有了喜色之后 十二群心理越大了 他为老家修路 捐小学 通过各种方式去慈善 还因此受到了当地正常的表彰 十二群说 他这么做 只求了心理能够得一个安慰 就这样 作案之后的十六年间 十二群非但没有像其他逃犯那样亡命天涯 反而是摇身一变 成了驻马店当地商界的风云人物 这资产呢 也从最开始的一百多万 扶摇直上变成了身家上亿 不过这身份虽然说已经成功漂白了 但是事业上的成功 却并不能够冲淡十二群那份 埋藏在内心最深处的负罪感 于是这个十二群开始试图用自己的方法 来弥补曾经犯下的罪恶 在十二群的老家和十家相处的大石庄村民说 十二群父母都是当地的民民 十二群出生于1962年 是家里的老三 上面有大哥大姐 还有两个弟弟 上世纪七十年代 大哥实战群当兵回来 四兄弟就分了家 分家的时候 十二群和大哥闹了矛盾 此后两家几十年都不说话 也不来晚 当时十二群分得了三间平房 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 眼前这处低矮破旧的房间 就是十二群十六年前的家 房顶已经凹陷 没有围墙的院子 早已杂草存生 多年来 大哥虽然与十二群少有来晚 但是对于弟弟做的善事 却是相当的肯定 大哥实战群告诉记者 弟弟十二群有了钱 不是先给自家盖房子 而是先给村民修路 组织的结果 好的 不认识